俄罗斯和中国否决美国提出在加沙停火的决议 3月22日星期五 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否决了美国主导的一项关于加沙停火的决议草案 美国的停火决议草案并谴责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 之前有其他国家提出的停火决议 因为在决议中没有提及哈马斯的攻击都给美国否决掉 俄罗斯和中国行使了否决权 奥尔基利亚也投了反对票 贵亚纳投了去权票 安理会其他11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 其中包括常任理事国法国和英国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说 美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以色列 他并嘲笑美国在加沙几乎穷地球表面消失后才谈论停火 他说美国的行为极为虚伪 唯一的目的就是作秀给选民看 提出在加沙停火有如丢一个骨头给选民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 美国的草案用以模棱两可 回避了停火这个最核心的问题